好 小翔今天還是在 什麼 他就坐在自己的球隊的對徽上 這樣不好吧 因為這個閉門比賽的關係 觀眾不能夠進場 所以看到小翔 現在可以在本壘後方 然後比較沒有成就感就是 沒有小朋友會找他拍照 是 兄弟這個吉祥外滿有梗的 對 現在在 我就不相信那邊有插桶了 他燙的 這是23號 啊 在幫那個啦 在幫副領隊燙衣服 這也是有必要啦 對啦 好像 這樣很難讓人專心 現在很緊張啊 他頭上也跟著他一起緊張 是 他看起來小翔應該很想出國玩 哈哈哈哈 可是現在沒有辦法 現在不行 小翔開始在深蹲喔 待會 第八局第九局要上來再打嗎 呵呵呵 他現在還蠻累的 我臉落後 真的開始扯了 哈哈哈哈 看來兩位沒有扯鈴的編份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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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起來小翔還蠻有天分的啦 現在有打仙 哈哈哈哈 所以他算是練習型選手 比賽型不太行 有鏡頭在拍客就落差 練習的時候可以 平常沒有練習 底下只要跪坐 好像也是這麼難 我蠻想看到他們挑戰這個 劍玉 劍玉的話這個應該兩位 可以來PK一下誰最快成功 不錯不錯 你看很不錯 日本的這個有沒有 唉唷 這一次不錯 不錯 喔 這個很快 厲害 喔 有有有 這個好這個好 挑戰成功 唉唷 這一次好像有蠻高的期望 嗯 希望在金人球季有好的表現 好戰皮 嗯 節奏有一點慢喔 你們兩個人為了這個抱枕 開始搶架了 所以這是代表廠商 下一次要送兩個 還不會搶架 來了來了 聽到了聽到了小翔來了 釣魚嗎 而且有觀眾在開玩笑說 這個小翔如果站到後面的時候 他會沒辦法認真看比賽 會給我贏一下 這個 小翔在釣皮卡丘嗎 一行一壞 這個右外野 陳成衛當然在加入職棒一開始 今天是主戰遊跡手 然後後來因為遊跡手 畢竟有 鈴晨飛也是非常年輕 但守備的能力可能又比 陳成衛的經驗更加豐富 這是在今年球季 非常受到歡迎的 終於兄弟吉祥物小翔 今天這不曉得又是什麼怪招 大家現在這些吉祥物 都想要很努力的博取國際版面 我們在下個開始 字幕提供 有一個字幕提供 我們在此為了 最後兩手掌握 在教練中 我們正在看 我們先看 我們先招臨 我們先招臨